我现在在日本,这个地方太美了 刚好遇到国民兄,他就跟我讲一点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见证 其实呢,我的见证很简单的 就是我今年大概是47岁了 我有个很幸运的,我一个孩子五岁 那么我的见证就是呢,在我怀孕的时候 刚好那个时候我在怀孕了三个月之后呢 就出了一点点问题 所以呢,就很担心 因为42岁高龄产夫嘛 很难得怀孕还是男胎啊 所以你想一下看,我那时候呢 唯有的,没有情况之下 我们说求神拜佛之外呢,靠产品哦 那么产品呢,季直以来我都很相信的 那么在那个时候我更加需要产品哦 然后我的产品就是Gindom咯 Stolator Senergy的哦 然后有其他的MRT的咯 最重要的是呢,那个时候你一定要加强你的信心对产品 这个真正的是一个很好很好的经验啊 因为那个时候啊 我真的是Bleeding Bleeding你知道呢,是个很危险的流产的征兆 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博士跟我讲没有办法了 我住在文东这么远 然后我的博士又在吉隆坡哦 我还要当天晚上整个晚上睡不着 担心不懂会发生什么问题 所以一直流血 我的身体状况的一种变化 所以变了呢,我还是靠产品哦 但是真的是我们说 加上自己的信心,还有产品呢 真的奇迹发生了 我的胎保住了 啊,所以我的孩子现在五岁了 因为这样子的情况呢 我开始再回想一下 是不是我在吃产品方面呢,做的不够好 其实真的咯 现在我觉得呢 不单只要吃产品方面,要很认真 饮食习惯方面,你真的也要很认真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以来都觉得 啊,这个该吃,那个不该吃 但是讲是可以哦 做的时候未必可以哦 但是我们不是说鼓励你吃素啦 但是在可以的话呢 现在应该要想一下这个很认真的问题咯 啊,但是我真的是从那个开始吃素了 啊,我怀孕三个月 啊,就是说开始我们说 啊, bleeding嘛 然后呢,看了医生吃了产品好了吗 但是后来那六个月呢 我完全吃素 真的,完完全全没有吃 淀粉制的东西,没有吃肉 还有血糖方面也是控制的很好 啊,甚至我去 我的record啊,doctor都很surprise 哇,very good 虽然我继续瘦下去 但是我的baby一直在成长 他讲,这个是一个很好很好的现象 啊,所以当然我们说 就是说希望呢 因为我这个小小的故事可以帮到你们 因为在我身边很多朋友哦 他们都很努力去怀孕 但是就是忽略的饮食习惯 配合产品 啊,所以我这个经验呢 也帮到我一个朋友啊 他特地啊,不是特地啦 刚好他的孩子在美国也怀孕了 但是他从美国回来找我 现在他的孩子的baby哦 真的很健康 啊,也是通过我这样子的分享 所以我希望真的能够帮到你们啊 啊,OK,谢谢 哇